高楼林立还有街道整齐优美 尤其韩国首尔江南区更是精华地带 像在这里买房跟台湾一样 恐怕对年轻人来说都是天文数字 不过根据韩国不动产院数据 2022年南韩全国房价年减4.68% 创下史上最大涨幅 那些专家就在预测说下半年会更加降价 南韩国土交通部的交易资料显示 今年1月江南区25平的户型 以28亿4千万韩元的价格成交 比去年5月最高价39亿韩元低了10亿多韩元 折合台币大约2400万元 我只知道利息一直都还算是蛮高的 所以很多人就就算房价掉了 也不一定买得起这样子 虽然有很多需求 但是那个利息还是蛮高的 所以可能一般人没有办法承受 那个高利息的话 可能就是在房价再降 而且他们说的降幅度是很大 但是韩国本来的房价 其实它的出发点就已经很高了 所以它就算降了就是比例年来说还多 对平凡人来说还是很贵 还是买不起的一种状态 在将近一年的房价下跌之下 遇上通膨 南韩年轻人压力值会越来越大 尤其从2021年以来 为了一直通膨 南韩中央银行连续10次升息 将基准利率由0.5%上调到3.5% 加剧房贷利率上涨 房贷利率更是高达7%到8% 引发房价开始崩盘 首尔房价更是暴跌20% 在一个短时间快速升息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么韩国的一个房地产 就有大幅来做的一个修正 累积到现在 它升息的幅度已经到12 就3% 不同的银行房贷利率当然不一样 那他们现在普遍的房贷利率都超过8% 所以我们从这个数据 大概就可以想象出来 对他们的房地产的这个影响 跟台湾的情况当然是很不一样 2020年到2021年 首有房价涨幅超过50% 没拼价格几乎仅次于香港 近期下跌主要来自于连续升息 不过对比台湾 尽管在央行宣布第五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 不过房价跌幅却不明显 简单讲 这个市场民众基本的需求还是存在 民众基本的需求还是存在 那么政府纵然在6月15号 有一个选择性的一个信用贷管 7月1号准备全面来实施 这个平均地权条例的一个打房的一个政策 但是结果会怎么样 还有待我们后面继续来做一个观察 台湾升息力道相比之下比较温和 而在选择性信用管制 平均地权条例 对房市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成交量萎缩 加上台湾经济仍然保持平稳 专家坦言 房价要下降不容易 台湾累积到现在大概是升了三码 就0.75 所以1%都还不到 所以相对的对房地产的影响 就会很不一样 从去年开始 他就有严重的出口的问题 就是他出口有比较严重的衰退 但是因为全球的通膨 所以进口的物价也是大幅度的上升 所以他的进口增加的幅度非常的大 但是出口又呈现衰退 所以他就开始产生所谓的贸易逆差 那这个在过去韩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的过程里面 是很少出现的现象 全球经济正面临衰退期 南韩又因为升息出口呈现贸易逆差 又加上少子化的冲击 房价崩跌的态势恐怕还得持续一段时间 TVB的新闻 余星和刘军台北采访不斗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军台北采访不斗 优优独播剧新闻网均 亭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军台北采访不斗 宣优独播剧新闻网均